清远的房子呢 其实呢 现在是剩下还挺多的 亏本出售的很多 现在呢 我就来到了 刚刚我看到的房子 这些楼盘这一块 看到呢 这个房子前面呢 还是停了一些车的 这一排停了不少车的 但是呢 人的话就见不到多少了 人就见不到多少了 商铺的话 也没有见到什么开的 这些车的话 不知道是 在里面住了人的车呢 还是附近的 在附近工作的人的车停在这里 这暂时不清楚 反正车这里 过来看了就挺挺多的 但是 我们看 上面的那些房子 入住率 我们看 我目测啊 应该是百分之二十左右 十几二十吧 一层的话 挂了衣服的 百分之二十吧 差不多 那 但是 可能现在不是 特别旺的时候 不是 可能上班去了嘛 人呢 所以呢 就见不到有什么人呢 而且呢 附近 确实你看 商店啊 那些 其实也没有什么了 这些大门紧闭啊 你们看 这些商位 商铺 大门紧闭 清远的房子呢 其实呢 现在是 剩下还挺多的 前几年 因为太火热 太火爆了嘛 所以很多 外地人呢 都想过来 投资啊 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 也好了 跨城上班也好 投资也好 反正呢 买了很多 但现在呢 很多人呢 都 基本上 就没有听说过 哪些是 靠房子赚钱的 基本上都是亏本 亏本出售的很多 现在全国的 很多地方 都在搞这种 新城 新区 清远的话呢 也搞了一个 烟湖新城 可能就是觉得 未来 可能是觉得 现在清远的 核心区啊 土地不够 对吧 然后 可能需要扩容吧 扩张一点啊 来吸引 那个外地人来入住吧 但是呢 现在的 目前来看啊 这个烟湖新城的话呢 人还是 没有多少的啊 然后你规划了 那个四管医中心 现在还没开 可能还是 有各方面的考量吧 但是现在看到的 成果呢 就是 我现在的感受 就是这边 确实是没什么人的啊 反正呢 目前来看啊 这边 无论是铁路也好 公路也好 一个不缺 缺的就是人了 现在缺的就是人了 当然还有就是 配套的一些东西了 工作的机会啊 医院啊 那个 学校啊 商店啊 商超啊 缺的就是这些东西 嗯 未来还是要多观察啊 多观察 那前几年呢 建房子啊 都太追求速度了啊 拿了地啊 马上就开建 要最快的时间建好 然后呢 又要快一点 拿到那个回款 然后再去还他的债务啊 或者说 再去别的地方拿地 啊 用速度啊 来 达到这个利润啊 但现在的要求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啊 应该要更加注重房子的这个特色 啊 能不能搞一些特色的街区出来 啊 搞一些特色出来 多搞一些软的文化的东西 啊 或者搞一些 有自己特色的一些街区文化呀 对吧 啊 用那个氛围感来吸引人 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未来 每个新区啊 抢人的一个重点啊 不能再以那种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 来吸引人了 啊 现在人都不买账了 啊 还是要用 更加有特色的东西啊 啊 用文化的东西来吸引人 啊 这应该是 啊 我觉得未来是可以去打的一个方向 毕竟呢 人呢 都比较图这个氛围嘛 对吧 你去国外读书啊 或者什么的 你也图人家的那个 呃 学校啊 学习的氛围嘛 是吧 现在人都追求一个氛围感 所以呢 以后啊 我是可以给这么一些建议啊 建房子 多往 啊 优质的 优质的方向去 去做啊 啊 把这个品质给做好 啊 把特色打出来 啊 这才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你们觉得呢 就像我 我看起来 我看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